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你們要讓我對我 為了可大少年和富有安全選擇 跟一關警察局第一次基盤未電力比賽 總共有26部贏品來參賽 最後緊張以學一天上學生郭健亨 亂來客人 那實際上透過這樣的一個比賽裡面 我們這些學生可以針對不安全的面向去瞭解 現在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他們也會有些同理心 包括發現到實際上很多的被受爆或是霸凌 或是一些毒品的危害 像對人體是很大的 所以我想這樣的拍攝過程當中 本身也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教育過程 所以這次恭喜 所謂得到微電磅得獎的好朋友 該議管理翁張良說 冠軍局特別基盤未電力比賽 他會跟地下局本行列領 學生可以更加親身了解 更加多歡霸凌的意義 一開始會有這個劇本 其實就是在想說 怎麼樣去呈現到一個反霸凌這個議題 然後我們就想到 我們就想到說 噩夢這件事情 好像是很平常的事 可是在做噩夢這個途中 這個過程呢 這個畫面其實是 會是以前所經歷的事情 它再重複在你的腦海裡面 對 那它會以一個自己害怕的一個模樣 來呈現在自己的腦海裡面 對 然後反霸凌 然後我就跟這個反霸凌做結合 我覺得我得到金獎非常開心 因為我可以看到自己的進步 其實我從很早的時候 就已經接觸到這一塊了 對 所以每一年呢我都有在拍攝作品 然後這一部應該是我 目前以來成就感最高的作品 對著金獎的過程方式分享 就本以噩夢來表達概念 他還在做噩夢的時候 過去所經歷的事情 都會普遍在腦海裡面 他自己最嚴重的謊言來出現 加速兵衍出反霸凌的議題 頭過民眾自己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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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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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爱观传播的